你忙乖忙,什么时候有空,离我呀 哈喽,关注老爷们大家好呀,欢迎收看五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斯坦丽的发条生活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微风和煦的日子 所以日上三干,斯坦丽依着躺在床上和周公下着象棋 突然,母亲捏手捏脚地走进来,轻轻地拉开了帘子 阳光缓缓照射在斯坦丽的脸上 斯坦丽在床上伸了个懒腰,随后起床吃饭 在客厅里,父亲早就坐在桌前 他机械地翻着报纸,时不时地发出一阵呆板,尴尬的笑声 而一旁的母亲则重复着转头微笑的动作 一切都透露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突然,桌上的闹钟响了起来 斯坦丽赶紧起身离开餐桌来到窗前 这时,窗外有一个年轻女孩在漫田里嬉戏 她肆意地挥洒着青春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让斯坦丽十分羡慕 女孩似乎发现了斯坦丽正在注视着自己 她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斯坦丽所在的地方 斯坦丽慌忙离开了窗前,坐在了地上 她双手交叉,紧紧地抱着小腿 眼神中,透露着撞簧与不安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世纪大战一般 时间一晃到了晚上 斯坦丽离开了房间,再次来到客厅 这时,父亲依旧蹲坐着 手里还拿着一杯咖啡 然而面部却在不停地抽搐着 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的背后居然有一个大大的发条 斯坦丽将这个发条拧了几圈 父亲,果然停止了抽搐 然而,她的一只眼珠却掉进了咖啡杯里 斯坦丽熟练地将眼珠装回了原位 随后站在一旁,打量着父亲 这次,父亲的笑容变得和蔼起来 仿佛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 这边好不容易安顿了的父亲 另一边正在烫衣服的母亲也发生了意外 只见她突然一抽一出地栽倒在桌上 而手上依旧重复着熨烫的工作 毫无意识地来回晕着自己的脸 见到这一幕,斯坦丽似乎习以为常 只是微微叹息地走过去 拧起了母亲身后的发条 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样 面带微笑的母亲 喝着咖啡,看着报纸的父亲 似乎什么都未曾发生过 夜幕缓缓降临 斯坦丽在母亲的安抚下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斯坦丽习惯性地站在窗前 眺望着那个女孩的时候 却发现她神情忧伤 似乎在草丛里埋着什么 她甚至还结下了自己心爱的丝带 挂在了一个墓碑模样的树枝上 好奇心地去世下 斯坦丽鼓足了勇气 打开了一个又一个门栓 来到了那个地方 趁着女孩不在 她挖开了那堆土 里面放着一只小鸟的尸体 斯坦丽想起了女孩伤心的样子 想为她做些什么 便抱着小鸟的尸体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随后按下了门口的开关 这儿时间 一个手术台从床的背面翻着而起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小鸟的身体被一个个零件所取代 一只发条小鸟 就这样诞生了 第二天斯坦丽走出了房间 来到了女孩面前 她十分害羞 多年的足不出户 让她既渴望又担心和他人交流 斯坦丽拿出了发条鸟 想给女孩一个惊喜 可当小鸟背后的发条被拧动后 惊喜变成了惊吓 小鸟发出了一声激烈的尖叫声后 一直坠着女孩 女孩落花而逃 渐渐脱离了斯坦丽的视野 斯坦丽的双眼 瞬间变得黯淡无光 她不明白 为什么女孩要逃跑 她偶心立血修复的小鸟 可换来的 确实 最后 虾鸟因为失去动力掉了下来 如同斯坦丽破碎的心 回到家后 斯坦丽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她甚至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人生 眼前的景象都还是她预想的样子 喝咖啡的父亲 做家屋的母亲 然而此时的她 却再也没法像以前那样 享受着看似温馨的一切了 突然 母亲再次失去动力倒在了桌前 长长的头发 也从头上脱落 露出了光洁的头顶 紧接着 父亲也趴倒在了桌前 这一次 斯坦丽便没有像冷藏那样 拧动那个维系他们生命的发条 她不再自欺欺人 终于 接受了父母早已去世的事实 最终 斯坦丽背上行囊 站在父母的坟前 回头看了看她窝聚多年的家 那个承载着她无数幸福 和悲伤回忆的小房子 然后微笑着 朝位置的森林走去 这一次 她终于不用再守着已故的父母 她终于可以去追求 就属于自己的生活与幸福了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有的时候 放弃 也是一种幸福 逝者已逝 活着的人 不应该一味地沉浸在过去 向前看 你会发现 人生 其实有更多的可能 好了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想和武冈一起比 就来QQ群 你也可以搜索 微信公众号 武冈电影